我感激香港特區救援隊的同事 北辭勞虎 前往土耳其地震區協助救援工作 59位救援隊的成員 冒著寒冷的天氣 以及愚震的威脅 全列拯救生命 至今我們已經先後協助了 在災區救出了4名的生還者 令到我們非常鼓舞 也非常敬佩 我們救援隊的努力不閒 作為行政長官和前保安局局長 我為救援隊感到非常驕傲 香港市民也為救援隊感到驕傲 我們會一同全力去支持救援隊 繼續為他們打氣 祝願他們一起順利 也保護好自身安全 特區政府也已經蒸集了一批總值 約是3千萬元的災後應急物資 包括漿縫、毛鮮、暖爐、醫理等的遺寒物品 藥物、醫療用品、儀器等醫療的支援物品 待土耳其方面落實了運輸安排之後 就會在日內送去災區 另外香港市民也捐贈了不同的物資 合共是超過100噸的物資 這些民間捐贈的物資 亦已經在昨晚即是星期一 去環境土耳其 以當應急之用 特區政府也已經聯絡了非政府機構 呼籲他們一同響應今次的議舉 政府的鎮災基金委員會 也準備就緒 會即時處理任何救援組織的申請 盡快審批 稍後 gece推銹 それで 在康判中 我覺得 就不定 在康券中 olis